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美军海狼级核潜艇在中国南海发生撞击事件爆出后 8日 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播出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篇章 讲述了黄旭华从1958年初开始核潜艇研发 到1988年身前实验成功这30年间的故事 展现了我国从零开始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艰难历程 在所有军兵种的失势营救中 潜艇事故是死人最多 存活率最低的 深海失联的无论是设备故障还是深海爆炸 全部都是无一生还 过去几十年 美国与苏联的多次核动力潜艇事故伤亡更加恐怖 每次阵亡都在100至150人 可是 无论是美苏俄这样的超级大国 还是法国 以色列 阿根廷这样的区域强国 历史上都发生过极为惨烈的潜艇事故 可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停止潜艇的服役 为什么这些大国强国可以叫停 号称国家能源支柱的核电站 却不能停止核潜艇的深海巡航呢 战略核潜艇扮演着最终执舰人的角色 在中国 我们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么我们国家的核威慑力就体现在遭遇宝核式核攻击之后的核反击能力 因为美国卫星系统的无孔不入 几千枚核弹头的宝核数量 我国的陆基核反击力量 在遭遇宝核式攻击后 反击力度有限 在此背景下 我国的十几艘核潜艇 来无影去无踪地巡游在远洋深海 他们每一艘配备的几十枚核弹头 才是中国不可琢磨 无法摧毁的终极核威慑 正是中国最后执舰人的存在 才确保了我们生活在岁月静好的阳光下 可是 这些深海执舰人 在守护我们岁月静好的同时 却一直生存在一遇事故全员允命的状态中 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 黄旭华亲自上艇 成为当时世界上 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 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1963年 美国常委沙号核潜艇 在进行同一试验时 因事故沉没 挺上129人无一生还 所有的设备材料 没有一个是进口的 都是我们自己造的 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 它要承受1.5吨的海水压力 那么大的艇 你看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任何一点结构 材料 设备达不到极限深度海水压力的要求 都有可能就停毁人亡 我说我下去 万一在试验过程当中 发生的哪种不正常的现象 我会及时的协助艇上研究 采取措施 作为总师 我要为这一百几十个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 就这样 载着黄旭华和一百多名参事人员的中国核潜艇 一米一米的下潜 因为在海水压力情况下 艇在不断的变形 一变形就发出声音来 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 后来上升到一百米 较安全深度了 突然一下 整个艇就沸腾起来了 握手的握手 拥抱的拥抱 有的都哭起来了 剧情说到 首艘核潜艇虽然已经敲定设计方案 选定了水滴线型 但黄旭华和其他同志们都没有亲眼见过水滴线型的核潜艇长什么样 对方案的具体实施一筹莫展 恰逢我国一队外交官夫妇在回国去机场途中 购物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铁灰色的核潜艇模型 就买了一个带回国给孩子玩 有关方面 无意中听说了有这么个玩具 就把它要来 送给了719所 更巧的是 当时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外事代表团 在香港中转时 也在一家商店中看见了核潜艇的玩具模型 考虑到我国正在研制核潜艇 于是也买下带了回来 拿到模型的黄旭华喜出望外 如获至宝 这两个都是美国建造的 世界上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乔治华盛顿号的模型 大的那个导弹发射筒和各舱室还可装可卸 做得很精致 两个模型一个大一个小 掀开壳板可以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仪表 包括黄旭华在内的科研人员 将这个模型反复拆装测量记录绘图 结果证明他们之前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 这让黄旭华的心理更踏实了 我们发现这两个模型 同我们一半靠零散资料 一半靠想象画出的图纸基本一样 我的总结是 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设备的基础上 发展创新出来的 没有那么神秘 但设计核潜艇是个严肃的事情 不能盲从一个玩具模型 为了进一步验证确认 项目组为此专门建造了一个一比一的大模型 边实践边改进 最后终于定下了 适合我国艇员身高操作习惯的 中国水滴型核潜艇体 以及内部构造 核潜艇的建造属于国家机密 最初的研发队伍只有29个人 都是怀揣理想的年轻人 他们来到位于福禄岛的建造厂进行研发 但这里的条件却非常艰苦 刚开始去的时候 一片荒凉 风沙大 小孩子一听到大风来了 赶紧抱着树 黄旭华说 高粱米在当时算是高级品 定量供应的 我们主要的是包米面 自己擀面条 蒸大饼 早上土豆烧白菜 中午白菜烧土豆 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 在这样的环境下 黄旭华等人成功地研发了第一艘 属于中国自己的核潜艇 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 而建造周期之短 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举个例子 美国核潜艇在水下密闭空间能维持多久 他们原计划120天 最后做到83天10小时 回来时有几个官兵是用担架抬出来的 我们原想 我们技术没有美国先进 艇员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美国人 能达到80天就不错了 我们是多少 我们真正做到了90天 所以当时我很兴奋 到码头去接他们 挺上就说 谢谢你们 我们保证能安全靠岸 不需要你们接 那个情形确实激动人心 一个个熊啾啾气昂昂跑出来 没有一个需要担架 我当时特别高兴 我说 好啊 我们拿到金牌了 总结我们的工作经验 较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无私奉献 我们把这四句话归纳为核潜艇精神 1981年 中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 1988年 中国核潜艇实现极限深度潜航 并成功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标志着中国军队海基战略防御力量初步行程 我的人生就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里决定的 立志让祖国不再受欺负强起来 他给自己起名续华 意为中华民族必定如续日东升一般崛起 如今 中国公开的核潜艇技术已经到了094型第四代核潜艇 早已摆脱模型参照 目前艇打底的制造工艺 如今的第四代核潜艇 是中国核工业 军事重工业 精密制造业 集体产业升级后的产物 中国一艘长征型核潜艇 能够满载12枚 已经多次试射成功的巨浪2前射洲际导弹 每一枚导弹可以搭载三枚核弹头 一艘长征核潜艇带有36枚核弹头 不说中国隐藏的核力量 就这些对外公布的核潜艇 配备的核弹头就有几百枚 这几百枚核弹 就是人民海军正告北美匪邦 这是真理的声音 好多人问我 你们搞尖端 搞创新 搞好多未知的东西 一路历尽沧桑 你们的人生用几个字可以说明吗 我说 我们的人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一个是吃 一个是乐 吃是痴迷于核潜艇 现身于核潜艇 无怨无悔 乐 科研生活极为艰苦条件下 我们是乐在其中 苦中有乐 苦中求乐 乐是人生的主旋律 我们是这样过来的 现在回想一下 当年确实艰苦 但当时没人叫苦 工作上有一点成绩 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乐在其中 我们核潜艇战线的广大员工 偶心沥血 淡薄名利 隐姓埋名 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 还奉献了终身 如果要问 这一生有何感想 我们会自豪地说 这一生没有虚度 再问 你们对此生有何平说 那我们会说 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此生属于祖国 此生属于事业 此生属于核潜艇 此生无怨无悔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